根據德州眾議員羅伊公布的數據 今年7月份 邊境巡邏人員逮捕了20萬5,029名非法移民 這是20年以來逮捕人數最多的一個月份 另外 還有3萬多名非法移民躲避了執法人員的抓捕 除了20年來最高的非法越境人數以外 無人陪伴的非法入境的兒童人數 也在7月份創下歷史新高 非法入境家庭的數量則創下20年以來的第二高的記錄